白白的雪 蓝蓝的天 红红的太阳 还有黑黑泡泡的 卡布奇诺 旅人当头我是豪闲 最后高照我是温姐 是的来到我们今天的卡布奇诺 所以呢 就是要跟大家来聊一些轻松的课题了 那今天是12月28号了嘛 然后距离我们的新年 还有三天的时间 哇听起来是有点兴奋的 那这个2017年马上就结束了嘛 所以呢当然在这里呢 就是要跟大家说一声辛苦了 可能我们不要说那负面的话 就是不要说辛苦了 就是说恭喜你们 就是你们又迈入了人生的 另一步另一个新的阶段了 是有老一岁了吗 是有老一岁的确了 就伤心的是就感觉上 自己又再老了一岁了 然后就年长了多一年 然后知识 不论是知识还是人外 或者是工作 还是等等的一系列的事情 应该都有迈进一步吧 还是有没有达到你想要这个目标呢 这个是我们今天 应该是要探讨的问题吧 对不算是探讨了 因为我们都就是2017年度过了吧 然后呢就是我们想要在这个节目上面呢 就是回顾一下 你在2017年做过的点点滴滴 然后呢是 然后你自己本身所赚下的这个经验呢 然后在这一年内你做过了什么样的事情 那不论这些经验和体验对你来说呢 是好事快多好呢 你所累积下的这些经验呢 是永远不会白费的 所以呢 是时候了 OK 就是坐下来好好的就是告诉自己 然后呢跟自己来一个内心的对话了 然后就看一下 你在这今年内呢 你自己本身做了一些怎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让你自己本身 来一个自己跟自己的一个对话了 然后你看你自己本身呢 在这一年内呢做了一些怎样的事情 因为之前有一个专家就是有说过的 然后我们之前是有访问过一个专家 一个专家了 他也是有说到呢 要适当的跟自己沟通一下嘛 你才会了解一下 你自己本身想要一些怎样的事情 你要一些你要怎样的东西 然后才更加可以让你呢 了解到你前方的路是要怎样走的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回顾一下 我们在2017年到底做过的怎样的事情 然后呢 可能我相信呢 有一些人呢 可能大多数的人啊 包括我自己本身 我一定会在新的一年的时候呢 我会是为自己设下一个目标 我会可能说明年是2018年嘛 我就是说2018年的时候呢 我要做些怎样怎样东西 就好像一个新的学期来到啊 就上大学的新学期来到 你会告诉你自己啦 我这个学期我要做些怎样的东西 是一样的东西 我自己本身会下这些目标 然后呢 这个目标呢 你完成了它没有 还是你 你达标 你达标了吗 你达标了 为什么呢 然后你没有达标 是为什么呢 那文杰你有东西要分享 你有做过 你有做过这样子的东西吗 不如先说 应该是先说 为什么要设定一个目标吧 我觉得好像你有没有设目标 或者是没设目标 其实是两回事来的 可能在以前 我先说 分享我的经验吧 在以前呢 我从来不会说设定一个目标 而是这个事情到来了 然后我才做 我才做 还是在完成 还是怎么样 就是事情到了 我才去想办法去解决 还是怎么样 但是到之后呢 我到了一个时期呢 我就开始在想想 如果我给自己设一个目标 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怎么知道呢 我就得到一个结果 就是当我设定了一个目标 可能 这个事情 可能我在今年完成的话 其实你在那整个过程 对不对 你会有一个 可能你自己的心里面 会有一个 扎实的感觉 是吗 同时会有一把尺 会衡量自己 现在已经做到哪个地步了 然后你的 你自己会去开始 会一直问自己啊 就是我到底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我哪里该需要进步 可能我这个时间是设定在10月 我要再完成 现在3月了 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好 我就会开始去分析自己的 整个过程啊 无论是过程啊 这个事情等等的 我就会开始慢慢去分析 到了10月 我就可以 至少不算是做得最好 但是 有所谓的达到我自己想要做的一个目标吧 这样子说 虽然不一定是完美 但是至少 整个过程你是有蛮愿意 有尝试过 对有尝试 然后整个过程你是非常的愿意 愿意去付出 因为有时候做一些事情不一定 可能只是为了做而做 但是你设定一个目标 就代表意味着这个东西 这个事情是你自己喜欢的 你就会愿意去付出这个时间 去完成它 我个人是觉得这样 所以跟我相比以前 我没有目标的时候呢 好像忽恶恶就过了一年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到的感觉 反而这样子 我觉得很充实 整个人 的确啦 就是有目标跟没有目标 活在有目标跟活在没有目标 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 然后有人会说 怎么才算是一个目标 应该蛮难的问题 但是又很简单 的确目标这东西是因人而异的啦 我们不能够就是 帮大家设定一个目标 只能够是说 你今年你想要什么样的东西 你就把它设定为目标吧 可能在一些学生 你可以设自己一个目标 就是说 我今年要考取这样的成绩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是不管它大还是小都好 听起来 别人听起来可笑都好 它始终还是一个目标 你自己本身 你前进的一个方向啦 所以 不管就是 听起来是 有些人就是觉得 我干嘛就是这个目标 我干嘛为什么要设这个目标 然后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很小见的事情 然后的确 可能 的确你自己本身有自己的道理 可是我个人还是觉得目标还是一定要设的了 然后就可能另一方面 再说 在我们说到回来 就是关于这样子的东西的话呢 的确每一年呢 我们都要为自己设一个目标 因为我自己本身 我刚才就有跟大家说了 我每年都设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然后我会为自己买一本 一个所谓的planner 就是那种 一本书本 它其实叫planner 就是你那边 这个书本就包含了这个月份啊 然后有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我会在 每年的这个planner的 这本书本上面 第一页呢 我就会写下来 我今年2017年还是2018年啊 要达成的一些事情 那这些目标呢 就是刚才我说到 是因人而异的 你基本上想要怎样的生活 你就去放下这样子 你就去设定这样子的目标 然后我相信可能 因为刚这些社会新鲜人 你们的目标就只有一种而已 就是要赚钱 赚钱 对 的确赚钱 可能很多人觉得 把赚钱设为一个目标 可能是感觉上 你很像很现实的 就好像你今天去 我传销公司这样子 你去传销公司 其实想当中 好像我们应该每个人 都有尝试过 就是被一些传销的人 拉进去传销里面 去开会 然后是去他们 所有的激励营 其实我想回去 其实他们的方法 其实蛮臭效的 是臭效的 是臭效的 但是只是他们的 可能你不喜欢 他们的买卖方式 还是怎么样的吧 就有点很洗脑的感觉 但是感觉 他们的所谓的 planer就是 他们想当初说 他们通常都会问DG 你想要为自己 赚多少钱 对不对 应该是几乎 每一个传销公司 都会问你 可能我们会写一个 新鲜人吧 应该通常会写一个 三千块 五千块 那他们就可以说 我们这里 不达那么小的目标 我们写的话 就是四千 一百千 还是怎么样 他们想要 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但是我觉得 多小都不要紧 但是你至少 有一个目标 如果你达到了 你再设一个 更大的 但是我想说的是 今天 如果你把一个 你连一个目标 都没有写出来 你只是写一个 大范围的话 就好像你 你只是写一个 大范围的话 其实你很难 去打标的话 那你就不要写了 你写到你是 感觉 你是可以达到 这个目标的 如果突然写太大的话 至少 这个目标 是要设在一个 你自己认为 你可以达到 范围以内 可能再上少少 可能说我们 以前这个方式 因为至少 这个数字 比较容易 来衡量 来计算 可能你开始工作了 然后你一个月 你的工钱 可能是说三千块 三千块 然后你的年收入 是多少 可是你自己本身 就觉得 我可以做一些 外快之类的 所以你就为你 自己设了一个目标 然后一年你可能赚一个48千 然后你就为你自己 再升少少 就说我 这一年呢 我一定要赚50千 就是你在你的能力 范围之内呢 再升一小段 这个呢 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来设置自己的目标 这个是我个人这样子觉得 其实有时候蛮矛盾的 你设大目标的话 也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这个是长远的目标 而且如果说设目标的话 不能 这个范围不能太广 就很像我们说赚钱嘛 就是用拿赚钱来说的 因为 始终我们人活着 就是为了要赚钱 为自己过上一些好的日子嘛 因为我们的社会 已经是形成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了 所以我们也 我们也挑战不了 所以我们到最后 我们最终的目标 只能赚钱 让自己过好的一个日子 那 如果刚才就提到了 就是 设一个目标的话呢 你要设的并不是太大范围 就很像我要赚钱 这样子罢了 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 很模糊的一个东西嘛 它不是一个目标 它只不过是你基本上要的一个东西 这个不是目标 几乎是每个人都想要的 每个人都想要的东西 它并不是 其实我昨天我看了一个影片 还蛮心酸的 其实是说到一个年轻人 他是在生存 而不是在生活 他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影片 然后呢 就是几乎呢 他每天的工作 就是每天 就是每天在工作而已 然后他没有在享受生活 你没有享受 就是哪里有新鲜的地方 他可以去尝试 还是怎么样 他都没有办法去玩 这因为他只是为了生存 就是几乎每天去赚钱 所以呢 其实这样子 你如果好像我们生存 生活在KL 其实我觉得蛮幸福了 因为至少 不算太辛苦 因为我们到外面工作 我们也 工钱其实也不算太差 但是至少好像也够我们生活 所以我觉得相比其他国家 在马来西亚还蛮 感觉就是 比别人好像幸福 如果拿香港来比较的话 你看香港人 他们的 有时候他们住的房子 是叫什么 广东话叫 通房 就是不到100方尺的一个地方 可能少过 可能是80多米 米方尺罢了 所以他们就居住在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 他们如果要设定一个目标 我觉得感觉蛮的 所以在KL 在基隆坡 我觉得感觉蛮幸福的 如果设置一些目标 其实还算是 可以去完成的 那该说到这个大方向的 这个东西 就是说 不要不要设置太大一个方向的一个东西了 然后呢 可能 举个例子 就是说你要赚钱 可是你要用怎样的一个方式来赚钱 可能我今年 就是 我自己本身是有在外面借主持工作 然后你就设置一个目标了 然后你就想 我在外面借的 至少要几场 然后我要讲过我自己生活 然后我要怎样用我这些钱呢 然后说到设置目标 这个东西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把你这个目标写下来 并不是说把它放在你的脑里就算了 你要有一个 让你可以一直看 remind你自己的一个东西 像我刚才跟你说的planner 然后呢 我自己本身 我是很喜欢 把东西写在一个书本上面 我不喜欢 其实我不太喜欢用这些电子产品了 然后呢 很多就把这些东西 把这些目标都放在一个电子产品了 是因人而异的 是看你们自己本身 但是我自己本身 我是很喜欢书本的人 我想把东西写下来 写在这本书本 所以呢 我 所以呢 我会呢 去特地花钱去买一本 很好很好很好 很漂亮的planner 就好像Starbucks的 然后Starbucks的这个planner 你要喝够15杯 你才可以拿到这本planner 然后我这本身是 已经喝了15杯 所以我就已经拿到这本Starbucks的planner 这个Starbucks的这个记录书 然后我个人是觉得还蛮蛮好的 那这个并不是在花钱 只不过是你在生活上有一些追求而已 然后呢 这个东西 如果它是可以让你的这个生活 可以让你的个人素质提升的话呢 Why not 为什么你自己本身就不去拿呢 为什么你要计较在这些小钱上面呢 然后成功的人呢 都不会计较在这些东西上面 只要你给你开心就好了 而且另一方要回应一下 看那个文杰所说的这个东西 你刚才说到 你看到这个影片说 这个人是在生存 不是在生活 这个可能我要稍微反驳一下吧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的东西 每个人有自己的方向 每个人有自己的目标 每个人有自己的这个舒服圈 或者是说 自己幸福的一个地方 可能你看说的这一个人 他自己本身是因为他本身在赚钱 然后他没有去享受生活 这个是我们外人 第三者的严厉的一个东西吧 可能他自己本身他觉得 存钱是一种乐趣 我不想乱花钱 可能很多人就觉得 这样你存起来这个钱 你不花 这样你可能 你去世了 你都带不走的这个东西 可是对于他来说 他赚到钱 他有一个安全感 他买到他自己的幸福 他以赚钱的方式 来赚取了自己的幸福 为什么我们要去挑战他呢 那这个是我个人想要反驳的地方 每个人都有不同追求的一个东西吧 然后你自己追求的东西 你也不想要让你不想要别人来挑战 你也不想要别人来挑战 你就说 你这样子过 你觉得你生活到很好吗 或者是说 别人说 你这个钱存了这样多 你没有用 你死要也带不走的啦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这些话 我们自己本身也听不在 或者是我换了一句话说 我们常人可能会觉得 我们赚取钱 我们是为了出去 让我们生活到更加好 让我们可以有钱去出去旅游 那如果有一天一些人来跟你讲话呢 就来跟你这样子说呢 你赚这样多钱 你赚这些钱 你花了 这样你不是等于白赚 你赚这些钱 然后你先法律旅行 你不觉得你用在很没有用的地方 旅行 你就旅行这样子丢给机票 就没有了 这些话我们听在耳里 我们也是听到不舒服嘛 因为他在挑战着 我们感觉到幸福的东西 我们赚钱后 我们消遣的东西 你在挑战着 我感到幸福的一个东西 我自己本身也是 也会不太喜欢 也会不太爽 你对我说这些话吧 所以呢 我是个人是觉得 并不要太在意 可能因为网上的资讯太多了 然后我们每次看到 我们要怎样生活啊 我们要怎样生存啊 我们要怎样去设置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人生啊 我们要怎样设置这样的目标 我个人是觉得 你可以把这些资料 当作是一个guideline 但是你不要是把它当作你自己本身的 就是要跟着这个网上所说的一些东西 你要跟着别人 因为他自己站在他自己立场所说的一些东西 而改变你自己本身的这个目标 不要 你要所谓的目标呢 是你自己本身心底内的 所以看在我就说了 是时候 坐下来喝一杯茶 然后问一下自己 你自己心里到家 是时候跟下自己心里来一个对话 不是叫你自圆自娱 而是你坐下来呢 好好思考 自己本身 挖出你心底最想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 我们开始说到的这一个第一个点呢 就是你要 为自己设置这样子的这个目标 然后呢 你有没有完成它呢 为什么你没有完成它 问一下自己吧 没有完成 是因为怎样的因素 自己本身的因素吗 不要赖 因为这个呢 并不是在为任何人交代事情 而是在为你自己交代事情 所以呢 不要有的耍赖就耍赖 就说 哎 是因为我妈妈的问题了 我妈又不 又不支持我 我又没有这个资金 不要赖 找出是一个最最底的问题 是你自己本身吗 你不 如果你妈妈不给钱 你去完成你自己的目标 为什么你不去自己去赚钱呢 就 不要挑战一下自己的这个极限 所以呢 你在今年2017年 定下了什么目标 没有完成 就把这个责任 就怪在自己身上吧 不要耍赖了 如果是真的 今天我真的耍赖怎么办呢 就耍赖 这个是你个人的问题啊 就是你自己本身没有达到目标 你 这个是你的人生 你还要跟自己的人生来耍赖吗 你觉得你这个事情不成熟吗 如果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些人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这个东西你需要的就是好好的坐下来跟自己谈话 我发现很多人就是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 你知道我有读过一些说 就是关于这个叫 The Power Law Attraction 就是所谓的这个宇宙的能量 这个这块东西 我们之前也是有找过嘉宾上来谈 是的 关于这块东西嘛 是的 如果你是要完成一个目标呢 首先你是第一个东西是你需要专注 然后你要想象 你要相信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你连第一个阶段专注你都专注不了 你专注不了自己本身要些怎样的东西 你怎样去走向下一个阶段呢 你专注不了你自己本身想要什么东西 然后你自己本身又没有什么样的目标 可能就是有些人不知道这样子的东西 目标不一定是说你要有一个很大的project 就是说我今天一定要这个东西 可能有些人的目标 然后我忘了补充这个东西 有些人目标只不过说 今年我要平平稳稳安全全的过就好了 有些人的确就有这样子的目标 然后呢 这个也是你的目标啊 然后我要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 然后我要主持一个家庭 我要成为这一个社会的一份子 就是有跟一个 我只要补充的 我不要种光光略略的 轰轰略略的那一种的 这个也是一个目标啊 所以就不要太在意别人说 你这样子你不是等于白活的吗 你组织一个家庭 不等于把你自己 这个是一个爱情的坟墓 很多人这样子说 人家你不是把你自己丢入了这个坟墓吗 谁会这样子说话 不要听人家 不要听人家说这样子的东西 几乎每个人都想要有爱情 会想要组织家庭 可是还有一些 还有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 是觉得单身 不是单身主义者 算是可能不婚主义者吧 就你有一个伴 不要有孩子 不要结婚 其实有蛮多有这样子的例子了 所以呢 还是那一句话 跟自己 说话 问一下自己 你心里到底要是写什么样东西 简单说就是对自己诚实一些吧 对自己诚实一点 对 有时候真的 文杰你看说这个耍赖东西 你自己本身在耍赖吗 什么来的 你自己有在对自己耍赖吗 我当然有啊 我曾经当然是一直对自己耍赖啊 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会有的 所以当认清了 我觉得偶尔还是会耍赖的 为什么 应该可能是对自己一个不满 还是宣泄 还是会认为自己 还是做不好的 当然有些时候 自己是知道的 当然你 如果你不想他 还是不想 那你只能这样子继续 当然有时候 说得太过也因为人也不是完美的嘛 如果你把自己想到太完美 也不能 其实蛮矛盾的 所以这个也算是 就是一直要对自己 不断的重复同样的事情 虽然有时当然会耍赖 耍赖我觉得每个人是会的 当然 但是这个事情过了 终究还是 可能你那个事情 需要面对的 如果真的需要面对的话 不得不面对啊 对吧 所以有些事情 我们人还是会 可能人意识里面 还是会有选择 想要去逃避的事情 那也逃避了 可能你逃避了一两件事 也不意味着 你之后还是一个 一直去逃避的 因为问题 因为人生出来啊 就是一直不断的挑战 或者是不断的面对问题 而不是可以 不能有这样子的想法 其实真的 的确 不能不能 你的想法就有点错误了 这个是我想纠正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 不能一直把 你不能一直有这种想法 人活着出来 就是为了要有不断的挑战 所以我问你 你每天 你每天是不是有事情在发生 对啊 对啊 所以就是你有这样子的想法 你就想 我们人生出来过后 就是 我们人生出来 就是为了要解决问题 就是要 就是要没有 就是要 就是要迎接每一天的挑战 这个想法才是 所以为什么 你会有这样多事情发生 这个就是 我所提到的一个东西 就是那一个 law attraction 因为你想象了 你把你自己 你把你自己 想象成一个 我生出来 我就是要解决问题的 一个 一个一个状态下 所以呢 自然而然的 这个宇宙能量就会 我好像 我很想 我好像在说到很玄的感觉 但是的确了 我自己本身是相信 这个宇宙呢 有一种能量 是在帮助你一个东西 是在帮助你自己 想象的一个东西 你相信的东西呢 它就呈现在你的面前 这样子的 所以问姐看 你说到的这一个 就是说 我们人出生 就是要不断的挑战 所以你每天都在解决问题 所以你不能有这样子的 可能不是说 不能有这样子的想法 如果你喜欢挑战的话 当然你可以有这样子的想法 可是如果你说 你会觉得 为什么我最近 遇到这样的问题 是时候正视一下自己了 要正视一下自己了 到底是不是 你的想法上面 还是你的这个观点上面 你把你自己 设置在一个错的一个 一个区道上面了 是时候要纠正一下自己了吧 其实我觉得 所谓的挑战是 因为每天都会 因为你每天活着 也算是一种挑战 但你可以觉得是挑战 也不一定是挑战 你可以把它当成 一个普通的生活来面对 我觉得 都是因人而有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 都不一样的 所以没有说 你是对还是错 可能第一人和我之间 两个人就是不同的想法 对不对 所以呢 不一定是 错还是对的 只是你把愿意 花的时间 花对 花就在对的时间 你认为 你没有花 在对的人的身上 还是花 在对的事情 还是你认错的心 这其实都是 不一定 不一定是有错 对的 好 我们休息一首歌的时间 我们待会回来 再继续跟大家 谈2018年 这个新一年 我们应该要做些 怎样的事情了 谢谢大家